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越南的女孩是否开放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男生比较关注的问题 我们知道越南和我们都是同属于东亚 其实越南它虽然在东南亚国家里 但是它的文化更像我们东亚一点 其实越南本来是我们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而且是很核心的藩属国之一 它在文化服饰方面都学习我们中国 所以和我们中国是很像的 直到1884年沦为了法国殖民地 因为法国对越南统治了几十年 所以呢,越南也有很多的法国的特色 其实呢,越南是一个国家呢 是一个非常充满了矛盾的国家 它在北部、中部还有南部 其实差距非常大 我们知道北部其实和我们中国接触比较多 而南部呢,其实和美国啊 当时因为是南越的话和美国走的比较近 所以南北之间的文化也好 还有这个经济包括风俗差距都非常大 其实现在的越南年轻女性呢 在我看来,如果是大城市的女孩 她们的时尚还有开放程度 其实是丝毫不低于中国女性的 她们穿着也非常的时尚 再加上越南的经济现在增长得很快 越南女孩也更加的在美容上啊 包括一美上投资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越南整容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花钱方式啊 很多的越南女孩会 用金融赠来的钱去做鼻子啊 包括眼睛 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而且我们知道越南的酒吧还有夜店也是非常的多啊 如果你在越南的大城市 比如胡志明 你走在街上 你会发现越南女孩的穿着也好 包括打扮是非常的性感 而且时尚的 可能用保守这个词来形容她们是非常不合适的 越南女孩已经慢慢的和上一代女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就是如果你看现在20岁的越南女孩和现在40岁的越南女性 你会发现她们的思想也好 包括穿衣打扮也好 差距非常的大 一会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越南的女孩的现在的她们的 街拍的图片 你就会可以知道 现在越南女孩在时尚还有开放程度上 是应该是比中国女孩还要强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越南再去寻找啊 曾经越南那种非常贤惠非常温柔的越南女孩 可能比较困难了 你可能需要去越南的农村 还有中部比较落后贫穷一些的地方 比较淳朴 然后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 你会发现越南女孩其实 已经变得非常的开放和时尚 可以说是现代女孩 我知道很多中国男性她想找越南女孩 就是想找一个传统啊 就像我们过去的中国女性一样啊 她穿着比较朴素啊 不太擅长打扮自己啊 或者是比较勤俭持家 但我想说的是随着经济和时间的发展啊 这种女孩已经越来越少了 毕竟中国曾经以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相对来说越南并不会和中国有太大的差距啊 而且越南女孩现在随着 嗯 社交软件的流行啊 她们会去模仿一些明星啦 或者是网红的穿着啊 打扮 所以 如果你是抱着想找一个传统女性的角度 去越南 找女朋友或者结婚的话 一定要去中部或者是越南的西部啊 比较落后的贫穷地区农村 如果你去大城市的话 你可能会失望 这是我对越南女孩的一些看法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大家一起交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